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261回 君墨携笑了几声啊,格外的舒畅 这个时候呢,才觉得自己啊,全身无力 几乎又要恢复了当时呢,在用完了混动火的时候那种贪婪的状态 急忙提了一口灵气,这才慢慢的开始恢复 唉,这个世界上,固然没有接来之时 就连炼制两柄小小的牙签刀居然也是如此的透支力量啊 君墨携却不知道,他刚刚获得了这种能力,就一连使用了两次 而且呢,每次都是唯恐力量不到,尽都是全力失为 能够支持下来,已经算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这种能力,就像是开天造化工的力量一般 也是需要随着修炼的,一步一步的进步的 那妄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就算是先加顶级功法,那也是绝对不行啊 头上冒着冷汗,君墨携一边运动啊,一边挪了两步 斜斜的依靠在了座椅上 随着开天造化工的运行越来越快 他的体力呢,也是逐渐的一分一分的恢复着 过去哥哥你回来了,你在里边吗 门口忽然传来了独孤小义甜甜的声音 隐隐的呢,还有几分害羞和酒棍的意思 接着啊,门帘一挑 独孤小义呢,抱着一个精致的酒葫芦 身头身脑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了 难道,霸王来拉弓了 独孤小义眼下可还是有些心虚 甚至于呢,还有点懊恼的意思 因为君墨携回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居然呢,是在上午回来了 他怎么就不能晚上再回来呢 这可让准备煮饭的独孤小义小姐啊 失望不已啊 但是他歪着脑袋,琢磨了半天 还是决定的先来探探口风 再决定下一步的举动 若是君墨携能够给自己一个确实承诺的话 那呀,咱就不煮他了 万一要是还推三组四的 哼,那可就讲不得说不起了 就把他就地煮了 怀柔霸王,咱两手啊可都准备了 当然了,配好的药酒 独孤小义也是带着的 以备不时之需啊 爹爹经常说 唯有有备无患 才能无往而不利地打胜仗啊 所以独孤小义想方设法 千方百计地摆脱了管清函 悄悄地溜了过来 大姐,你咋还来了呀 君墨携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现在啊,他也就才恢复了一点点 勉强动动嘴 动动手 就已经是极限了 唯有尽快地呢 抓紧时间用功 这样才能更快地恢复 啊,我是来煮饭 啊不,我就是想问你 哼,你还好意思问我来了 你出去这么长时间 也不知道说一声 回来也是偷偷摸摸的 不知道有人担心你啊 独孤小义嘴为一掘 连他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的口气之中呢 已经满是管家婆的味道了 小丫头也是神经太大条啊 知道说完这句话呢 才看到君墨携似乎很虚弱的样子 大吃一惊地扑了过来 哎,你怎么了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不是出去这趟受伤了吧 哎,没事没事 别大惊小怪的 哎,给我倒杯水就好了 这才想起来呀 自己呢已经足足两天 没有喝过一滴水了 而且在红军塔里面 承受混沌火反噬的时候 不知道又流了多少汗 难怪身体如此虚弱呀 不脱水已经是万幸了 自己突破之后 精神呢一直处于啊 高度的兴奋状态之中 再考虑到两天没有回来 又是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而且啊 还是大战之余兵荒马乱的 三叔呢一定很着急 所以急急忙忙的回来 跟三叔交代完事之后 又好奇啊 自己新获得的能力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强行运起了自己现在心得的能力 来了两次 化繁铁为奇筋啊 彻底的消耗了身体内的所有的能量 难怪啊 会如此的疲累呀 君莫邪心中苦笑 自己现在不疲惫 那才叫怪事呢 如此低级的错误 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上 看来啊 自己这段时间呢 实在是太顺利了 这样的大意心态 可千万要不得 君莫邪一向就是这个样子 表面的一贯的狂傲 但是内心却极尽的细密 尤其是对于自己的缺点 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掩饰 只在第一时间找回来 然后加以改正 确保不再重犯 这也正是他前世能登上杀手之王宝座的一个重大的底牌呀 生活在随时随地可能丢命的险恶状态中 作为一个杀手呢 谨慎小心 已经成为了他的本能 独孤小义心急火燎的一转身呢 随手将手中的那只酒葫芦 放在了君莫邪面前的桌子上 几乎呢 是一溜小跑的去倒水 君莫邪见那葫芦不禁眼睛一亮 这丫头傻的嘛 明明就有极好的饮料 怎么还舍尽求远的去打水 一把抓了过来呀 拧开了盖子就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酒香 嗯 正是最渴的时候 君莫邪哪里还顾得了许多呀 杨记头来就大大的喝了一口 然后直接堵在自己的嘴上喝了一个底朝天呢 对这个世界的酒 君莫邪本来就喝过不多 再加上这个世界的酒呢 没别的好处 却尽都是一般的浓香扑鼻 否则又如何掩盖酒本身的土腥味呢 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的酒工艺啊 就是比较差劲 君莫邪可及脸啊 而且这是在军营之中自己的帐篷里 谁会想那么多呢 所以君大少 真就什么也没有挺出来 倒是觉得有一股甜甜的蜂蜜的味道 嗯 真的不错 殊不知啊 独孤小艺呢 为了让这酒更加的可口一点 可不就加了不少的蜂蜜在里面呢 这一来也大大的降低了 君莫邪发现其中猫腻儿的可能性呢 可怜啊 一代邪君足足小心了两世人 却栽在了一个平日里只为大条的小丫头的手里边 这算是 这叫千里必有一失 又或者说是造化弄人吧 君莫邪刚刚喝干净了这一壶的酒 颇感的意犹未尽 甚至于还觉得呢 更渴了睡的 大少啊 也没有往心里去 酒这个玩意儿 本来不就是用来解渴的吗 越喝火越大 也是长事来着 就在这个时候 啪 独孤小艺刚刚取回了一杯水 回过头来就看见 君莫邪在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呢 就已经将那一葫芦酒都喝得干干净净 还将已经空了的葫芦放在了桌子上 这一惊啊 可是非同小可呀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 水杯啪了一声 自由落铁落在了地上 那杯子的质量明显不过关 理所当然的 直接摔了个粉碎 我 我 我还没想到 好现在是不是就开始煮饭呢 他怎么就把那什么给 给喝了呢 哎呀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叫什么事啊 到底 到底还处不住犯了呀 小丫头傻呆呆的看着君莫邪 眼睛瞪得老大 彻底的呢 乱了分寸 完全都不知道啊 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所谓的霸王硬上弓 也就是个说法 到底该如何做 小丫头根本就是两眼一摸黑 什么都不知道 君莫邪喝完了那一葫芦酒 虽然仍然觉得呀 咽喉干涩 但是呢 身体却着实的恢复了不少的力气 至少啊 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的 炸电小丫头居然呢 把水杯打烂了 虽然诧异 却也知道啊 这独孤大小姐本来就是个毛棱性子 也没躺往心里去 黑的一声站了起来 几步呢 走到了独孤小义身边 从他背后摘下了水囊 凑上嘴 真正痛快淋漓的大喝了一气 没得说啊 直到喝足了 才放下了水囊 心满意足的喘了口粗气 见独孤小义如被雷击一般 看着自己 眼睛大大的 他好奇的问 哎 小丫头 看什么呢 我说你也真是的 倒杯水居然还倒在了地上 掉了也就掉了吧 直当的这么惊吓嘛 哎 还怕我说你啊 独孤小义眨了两下眼睛 这才有些啊 回过神来 布里君墨鞋 一个垫步冲到了桌子前面 抓起了那个酒葫芦 使劲的晃了晃 酒葫芦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重量 这么大劲的摇晃 里面呢 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动静 显然呢 君墨鞋喝得很干净 实在是太干净了 独孤小义 现在真是欲哭无泪啊 这下子可怎么办才好啊 那可是一大包啊 整整一大包就这么的 哎呀 一下子全都融到了里边 我可是只想让他喝一杯的 真的 我只想让他喝成一小杯啊 这个差错 谁都不会想到 我说丫头 你今儿个是怎么了呀 没 没怎么样 独孤小义 心慌意乱 我能有什么呀 挺好的 哎 你 你没什么吧 嗨 我挺好的 哎 我刚才就是有点脱水 现在喝够的水就没事了 君墨鞋 很是有点莫名其妙 有些罩儿和尚摸不到头啊 真 真的挺好的吗 哎 就 就没有一种很热 就是 被煮了的感觉 独孤小义心中 稍稍送了口气 用一种科学研究的口气问道 小鸭子心中啊 怀了一份期待 但是独孤小义 绝对猜想不到 这份期待很快的 就会让他哭出来 被 被什么 被煮了的感觉 没有啊 君墨鞋听到这儿 更奇怪了 今天这丫头是怎么了呀 说出来的话 都这么的古怪 我自己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吃的 怎么也和这煮 扯不上关系吧 丫头 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今天怎么这么古类古怪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没有感觉就好 这样最好了 看着君墨鞋的反应 独孤小义拍着拍胸口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虽然说 很期待啊 看到君墨鞋被煮熟了 但是呢 分量啊 让独孤小义的心里边 也暗自担心 生怕呢 惹出什么祸事出来 但是看到君墨鞋 反应正常 独孤小义啊 稍稍的松了一口气 东西自然不会是假的 只是没有见过这些事 的独孤小义 自然不会往一个方面想 这药性也得有时间生效啊 喝了就起作用的 这世上呢 除了入侯即死的御用之物 别的药劲 哪上来就这么快呢 显然还没有了解到 事情严重性的小丫头 眼界呢 大哨并不一样 长出了一口气之后 直接掠过了这件事 假的 什么假的呀 君墨鞋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手指头呢 揉着太阳穴 挺为着独孤小义 刚才说的一句 难道是假的 可心里边 隐隐约约猜到 这个小丫头 要八成又在做什么装神弄鬼的事了 想到这儿 君墨鞋有些头疼的说 我说小姑奶奶 您今天到底犯了什么病了呀 怎么说出话来 都让别人听不懂啊 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独孤小义 哪还顾得上君大少爷的问话呀 满心都是自己被人骗了 越想越气 越琢磨的越窝囊 太可恶了 说完就要往外冲 看他架势 这次要冲了出去 那个兽猴绝对 连吃药的机会也没有了 独孤小义冲动的这会儿 他先前最期待的事儿 大少煮熟 终于呢 最如愿以偿的就要上演了 结果他们说话的这会儿功夫 药吃下去了 这么一缓 开始啊 慢慢的生效了 初食呢 并不快 并不会立即就发生 特别强大的作用 以君墨鞋的体质啊 那点小异样 它根本就没有当成回事 随后时间的延长 药性随着血脉流遍了全身 越来越猛烈的效果呢 很快就让这君墨鞋体验到了 再说了 墨鞋此刻呀 已经是先天灵气之体 本身呢 对这种负面作用的药物 就很有一些抵抗力 若不是在之前呢 咳得太过于厉害了 直接一口气喝光了 而独孤小义下的量呢 又实在是很恐怖 恐怕 对君墨鞋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影响 最多呢 也就是亢奋一会儿 但是现在可不同了 君墨鞋之前渴得几尽脱水 一下子呢 将它整整一壶的酒都喝了下去 干枯的血脉 煞时之间呢 就充满了这种药力 再者 这可是激发男性能力的药物 虽然邪门了一点 但到底不属于毒药之列 所以红军塔的灵气呢 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君大少爷已经有些被煮的样子了 到底谁太可恶了 跟我说一声 我帮你出出气 君墨鞋见独孤小义要走 一伸手拦住了他 开玩笑吗 刚为这牛挑起了好奇心 不说个明白你就想走 你走得了吗 君墨鞋呢 有心啊 想让独孤小义 把那些装神弄滚的把戏全盘拖出 他们可是太可恶了 我就想打算走个放来着 但是他们给我的不是真东西 太欺负人了 看我不懂的这个 就随便拿点东西来糊弄我 难道本姑娘看起来就是如此的好骗吗 独孤小义摩拳擦掌柳梅倒树 杀气腾腾的说道 只是小姑娘呢 说着说着 本能的觉得呀 有些异样 独孤小义 一抬头愣住了 他看着君墨鞋 眨巴眨巴眼神 突然说 哎 墨鞋哥哥 你怎么了 哎 怎么你的脸色 突然这么的红了 独孤小义 发问的这会儿啊 君墨鞋自己呢 也感觉出 本身啊 有些不对劲的 浑身上下 竟有发热的征兆 而且丹田之中的 似乎有一把呀 熊熊烈火 突兀的燃烧了起来 连眼珠子呀 都变红了 同时呢 感觉到心里火山爆发一般 突然冲上了一股原始的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君墨鞋何等聪明 两世为人的他呀 早就听着这火是什么玩意儿了 一边咬着牙低着头 用仅存的清明前后思考了一遍 丫头啊丫头 你玩什么不好跟我玩这个 我两世为人的清白就得毁在你手上了 想到清白 再看了看眼前的独孤小义 越看了越觉得血脉喷张啊 他简直是没有办法控制了脸 所以越下的争鸣 你你你到底怎么了 你别吓我 你小丫头这个时候啊 开始害怕起了惊慌失措的先后退 独孤小义看着君墨鞋猙獰的脸色 女性的直觉莫名其妙的感到了巨大的危机 现在小丫头哪里还有之前要煮饭的勇气啊 别说是留着君墨鞋被煮了 现在独孤小义心中却鬼使神差的想到 药 药居然是真的 看看他被煮了 我 我想回家 君墨鞋啊 呼吸越来越粗重 接力的抗拒着这与生俱来的雄性本能 但越来越感觉呢 抗拒不住 面前的绿色衣裙的独孤小义 身上悠悠散发的清新的女儿香 对他构成了一股啊致命的诱惑 难以抗拒的诱惑呀 他不想再忍了 忍得实在是太艰苦了 他酒活着之中 是你下的药 君墨鞋一步一步的逼近 鼻孔中剧烈的呼吸出的气体都发了热 似乎也在着火 是 我就是想 把你煮成熟饭 我没有别的意思 独孤小义可怜兮兮的看见他 随着君墨鞋的进逼 一步步的向后退 手足无措 眼神慌乱的乱瞟着 差点啊 就要被他这副猙獰的样子 吓得哭了出来 你 你想把我煮成熟饭 什么意思 然后是在神智接近 混沌迷乱的微妙时刻 君墨鞋呢 依然愣了一下 想了想了 马上就明白了 啊 生米煮成熟饭的意思 不得怒笑一声 不禁更加的没有了顾忌 腰里腰啊 回头调笑了一句 你想让咱俩生米煮成熟饭 还用得着下药吗 你招招手我就熟了 非那个事干什么呀 可 可你现在还没有熟 你别过来 独孤小义嘟嘟唆缩的 蜷缩了起来 已经退到了帐篷的角落里 彻底的 退无可退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预示邪君 第262回 第262回